大家好 我是麥莉 今次這條影片就要帶著一個既興奮又沉重的心情去拍的 因為我們要換車了 可能很多朋友都會想按回我們之前買的這條影片 想想 明明都不夠一年 這麼快換車 其實我們換車有幾個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你笑得這樣 首先第一個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剛剛去Calgary 其實我們三個人的一隻狗 這車尾箱和後面的兩個位置都被爆了 Belle很多時候都是迫著地睡 沒什麼動作 所以覺得這車的空間真的不太大 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溫哥華已經準備迎接冬天 9月10月開始涼了 都會下雪的 這車不是四驅的 它是前輪推動 老公在去年下雪的時候 駕駛UBC那條路都試過有些脫眉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們覺得是有點危險的 所以想換一輛安全一點的四驅車 三個原因就是因為這車不是Hybrid 它在城市走的話 就是9點多Lit per 100km 我們去Calgary這個旅程 就走了一個Highway 跌到6.12Lit per km 而溫哥華的油價又在截至上升 今天又上升2元了 為了省錢我們都想找一輛Hybrid的車 而問題就是Hybrid的車很多公司已經不接訂單 大家應該會聽過我們之前說 我們是訂了RAV4 但是過了一年是沒有任何消息 也沒有任何拿車的跡象 有一天我們打算去看看油耗低一點的車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輛我們覺得挺合我們心意的車 無論它的價錢、樣子、裏面的功能 我們想要的東西其實基本上它都齊了 所以我們很快很快很快地協助決定換車了 那今天就是我們拿車的日子了 那我就剛剛下班了 那我們準備會去Auto Mall拿車 給大家看看我們的新車 好 那這次這段路 這10分鐘就是最後的10分鐘 哎呀 你不要這麼說啦 不可以麻煩你了 所以你 我又要走 這輛也是我們兩個叫做第一次擁有的車 他剛剛也陪了我們去Calgary那一旅程 玩得很開心 我們有很多會議在裡面 它也是一輛很好的車 所以很捨不得它 人們會不會覺得你有精神疲?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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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為什麼要換掉它? 你問你啊 你剛才自己說過有什麼 我們其實一直在溫哥華買車 即是這一期 晶片短缺的情況下 工量如果買一架全新的 混能車或者電車 可能是說彩數 reset valuable 這麼好的一些車 可能會撞彩給你 拿到一兩架 但是如果你說要去到一些 很熱門的型號 譬如是RAV4 每個都是RAV4 可能RAV4 那你就要等 我們買車本來的計劃 就是要一架電車 和一架雲能的車 一架小一架大 現在的策略就是 我將想要的車 未必100%一定要買 但是我想要的車 我就會放放放置 因為那些儲存 你要記住看清楚 是不是refundable 是refundable 才好用這個策略 有些是$200 $500 有些是$1000 或者有些是$100 到它差不多有貨的時候 它會有通知 譬如我現在下了什麼車 Volkswagen ID4 它剛剛收到通知 它就說 10個月左右 我就應該收到車了 Tesla的Cybertruck 我也下了 Deposit 這個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Tatelic的Lyric 靈智的 好像是NX還是RX 我忘記了了 Hybrid 也下了Deposit 還有一架RAV4 總共有五架車 我是下了Deposit 但是我不會要五架車 那我會在這五架車裡面選擇我想要的 或者 如果 有投資角度 而情況是 繼續短缺的話 我拿到任何一架 雲能車或者電車 我拿到 我再把它賣出去 或者再把它換我想要的車 那可能遲些 有拍片的了 又有新車的了 我會掛著你的 好了 我們出發了 我們已經到了車項了 應該要訂了紋綿 就會把這架車交給 搬回東西去新車 拜拜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戰績 這條Ling 最漂亮的是這條 然後呢 大家看一下 這條 嘩 崩了 這些什麼 嘩 你看這邊 嘩 跑了 你知道本來我們這條胎皮 是整塊飛了出來 唉 我們已經換過這條胎了 這邊呢 也是崩了一些 這邊超崩 這邊 然後呢 這裡 最經歷在這個位置 這個呢 已經是補過油了 現在這樣看到了 這些 它全都沒有 三條 這條都爆了 Hello 你怎樣開車的 蛤 你懂不懂開車 別人撞我的車 是嗎 嗯 那你的Ling 又是別人撞你的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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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說Hello 好 好 現在揭條 我們買的車呢 就是現代的 Sorrento 蛤 是Sorrento 不是Sorrento Sorrento是Kia 叫什麼 叫什麼 Tuzana Tuzana 你看我完全不知道這些東西 你看 你看 這些show room 都不是怎麼擺車的 是時候說說價錢 這輛車本身的MSRP 就是四萬四左右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情況下 是很難原價買到新車的 加了四年保養 Admin fee之後 總共的價錢是四萬九 連買稅是五萬一 而我們的Civic 就被迫賣了給車行 因為車行都說得明白 如果我們不賣的話 它是直接不會賣的新車給我們 他們收我們的價錢 就是二萬八千元 上次的Civic 我們就是被Cash一炮過 但是今次我們想試一下Finance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老公的Work Permit 就會在四個月內到期 我們就膽粗粗試一下Ply Finance 怎麼知道車行有批 我們就用3.99的利率 供五年 每兩個星期就付180元的公款 搞了很久 終於落到車市了 現在就是出一下新車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顏色是一個深藍色 好像叫Deepsea Blue 這個就是中控台 它已經沒有了波棍 變了按鈕 然後後座是這樣 去看看 沒有了 沒有拉那邊 我還要喝什麼藍色 第一次坐車 哦 OK 這天窗超大 去到後面 這裡有個攝影機,就是爛電鏡 電牌都拆了 我們都把東西搬到新車 這次真的要說再見啦 好多謝你呀 希望你會遇到一個好主人 乾杯,恭喜你,新車主 一路順風,路路安全 又新車了,隔10個月又拍多次 有什麼想分享? 分享給什麼? 例如對這個車 暫時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都還沒認真拿過它 看位置的東西,其實我覺得它很小 但我一坐下,我都覺得很大 又用文仔的糖 那就繼續吃下去 吃東西了 你為什麼倒這麼多豉油? 不小心 我以為它不太悶 幸好不可惜 這樣交換吧 抓到一條魚 來電ゲート 夾一下 多餐點 爐 高興 照顏